5月3日 首都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四十五周年 刘少奇 董碧武 朱德 周恩来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了首都各个战线上的青年先进人物 和参加第三届全军文艺会演的代表 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首都青年们一起联欢 联欢会上 青年们演出了反映革命斗争的歌舞节目 台上台下 同声高唱革命歌曲 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革命精神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许兰香 是江西九江新种纺织厂的纺织女工 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 十几年来总是出色完成生产任务 许兰香刻苦钻研技术 虚心向别人学习 克服了仿高之沙的南街头 南找头 一段头的三道南关 他又加强清洁巡回工作 创造了卓越成绩 他常说 大家先进才能移山填海 在他的帮助带动下 这个小组从后进变成先进 董家庚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 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 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和他们变成一体 1961年高中毕业后 他回到家乡 沿城县格武公社 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 参加农业劳动 董家庚在劳动中 竟简重担挑 处处表现了 见难不怕难 吃苦不叫苦 有怨不抱怨 有功不鞠功的高尚品德 他总的 没有一林一霸的耕耘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他决心在劳动中 炼成不锈之纲 董家庚积极参加科学实验 虚心向老农学习 董家庚的务农日记 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身居毛屋 眼看全球 脚踩乌迷 心忧天下 我要留在劳动人民中间 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用双手创造世界 董家庚已经被群众选为生产队长 他决心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 要在五年内赶上全公社最先进的生产队 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第一批藏族技术员 经过七八年的学习 学到了一手专业技术 现在走上了工作岗位 过去是浓奴的子女 今天变成了探寻宝藏的地质工作者 地习达瓦和江村 现在是拉萨修配厂的技术员 新中国的新一代青年 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 正在成为有社会主义捷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 张芳镇是内蒙古自治区 海拉尔市公司合营通用机械厂的前工 七年来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写了十六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张芳镇用毛主席的思想改造自己 他在工作中不讲价钱 兢兢业业钻研技术 在生活中艰苦朴素 关心阶级兄弟 他曾多次被评为五好团圆 先进生产者 把电影送到广大农村 做党的宣传员 做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者 黑龙江双城县第二放映队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跑遍了这一带农村 给公社社员放映电影 是放映队又是宣传队 他们用快把说唱形式 讲解影片内容 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 宣传党的政策 鼓舞社员的生产热情 这支女子放映队 九年来为农村放映了 四千七百多场电影 连续被评为先进放映单位 曾出席过全国文教群英会 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分子大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